这里有一个天元地方的五彩狮子虫视频 我再看 非常开门啊 好多时候介绍的时候 不可能给你看到那么细部 只能是大概的样子 外观看看 但是呢 我们既然散手了 跟你们拍了 一定说了啊 老的可能就是老的 这都确认过 四方的 带博古带诗文的啊 底下还搞了个证书 它一个什么鬼证书 这个证书倒是不要了 这个证书倒不要了 主要就是东西本身对录就可以 这个彩头还是挺好的 晚清的一个重视频 靠一万以下都是漏 这是老板说的 不是我说的 我说给老板15%利润 你给我看底价 你这样吧 20%利润 可以吧 我们就不跟他扯价了 我就让他自己说底价 我给他20%利润 因为这种大东西啊 20%不少了 这么说 我绝对我也踏踏实实的 就20%给你 你要知道大几千20%还不可以啊 你不是说小几百都20% 别人带贵赚10% 你看5800是吧 8.5不是5.8 到 我现在跟你谈着呢 我就不还你价 你也踏踏实实告诉我 抵较给你20%利润 就不低了 真的不低了 那随便你 那就随便你了 那你签卖也是 跑会看了很多 也不是说这个很好 不投缘 但还不出这个价呢 20%利润都不买 那就没辙了 那就没辙了 这里还有两个康熙的挺好的 上面这一圈都是美女 侍女图 这个题材很好 比较好的东西 侍女图 一圈都是侍女图 这上面应该花了有十多个侍女 这个也少不了多少嘛 这种方式的点心的花片 上面是这种花费 出了7000就不卖嘛 出了7000啊 有个朋友出了7000都没卖 老康价格涨了很多 所以有时候一些小盘子 1000 2000的 真的可以拿 价格很便宜 以后这种老康的盆子 1000 2000买不到了 这种特殊花瓶 都是动辄过万 好几万的盆子 每个都要8000多 这么漂亮 八人八仙的 长顶瓶 五彩画片 开了孔开了洞的 我们给你们展示的 都是细节 视频可能看不太清楚 直播时候会给你看到细节 细节你们一看就明白 只要玩老婆 一看就明白 一开始开门的 也很开门的老婆 这个一队 这一队也比较开门 这打中了的 这一队多少钱 五万五 打中了的五万五 这是一个像个元宝一样 什么元宝 这种刮冷型 这个造型 这个真钱 这个多少钱 这个 这个造型不一样 价格不一样 有青花的 带瘦的 这个瓶子也可以 上面画的是 几瓶吗 八菌图吗 画的挺写意的 八菌的鱼楼墩 鱼楼墩 以前抓鱼的那种造型 对 好器物 买不上也能瞅一瞅 这得多少钱 这一万五 一万五 这有意思 这是五成 六里红的一个瓶子 六能瓶 八能瓶 这种能瓶子 就说了它这个造型 路分就比较高一点 加上它还是一个右里红的 底下有个乾隆缓 乾隆缓 口上有些波右 细看就明白 这个要好几万 四五万一个瓶 你放这微线不 你应该放上面去 这个位置太小了 下到玻璃 又下三彩的一个赏瓶 看这个 这个特别扯 就这个 买不起可以看得起 免费让你们看看 精品的东西 来在长沙最后一天地摊 看到一个开割片的瓶子 这个是 没干没朵的一个耳朵 这种典型的 道光的一个做法 但是还特别之处是在于 这里有个洗上眉烧的 所有的这个画片都是用贴素做的 铁骨泥做的 正好把那个颜色呢 给大家放上去了 很吻合 很配合 很默契 这个搭配设计挺好的 然后其他的都是青花 画出这个霉干 这个整个气候还是很大气 很漂亮 很特殊 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很不错 老板要两万多 八千 不够啊 八千还不行吗 太高了 他东西高 东西好 就不是八千 九千 没买东西 跟老板在谈价呢 我给他出到一万 一万不低了 再看一下 你们就再看一下 这么一个东西 你们觉得怎么样 老板你最低多少钱吧 最低多少钱 所以就要走了 一万六千八 一万六千八 看一下款 看一下啊 这是 这什么款 等一下 这是个什么款 这也不是成货 这是 这什么款 你看得懂吗 也不像乾隆 也不像红武吗 红武年制 好好放下 麻烦你 谢谢 一万一 可以了 下雨 你不用 你不用开车 老板不跟我说价了 躲起来了 看着一个喜欢的瓶子 也不容易 价格有点顶啊 都现在很好 价格有点顶 我想去说价格有点顶 还可以吗 现在可以